其實我只是認為我身為一個桃園技術職業工會的理事長 那我則無旁貸 在工會跟黃航之方中間的這個勞職爭議 我必須要出來幫忙協調 剛剛您有提到說是他不讓你們參加 但是他在昨天的時候有說 是工會這邊不願意出席 那是不是到底這當中 我相信這中間可能有什麼樣的誤解 因為其實在工會這個方向來講 一直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沒有收到何暖軒董事長要見工會幹部的這樣一個訊息 有人說您本身因為是長榮的機師 這一次帶領華航的機師一起出來罷工 整個心路歷程可以跟我們稍微說一下 其實我只是認為我身為一個桃園技術職業工會的理事長 那我則無旁貸 在工會跟黃航之方中間的這個勞職爭議 我必須要出來幫忙協調 就彼此而已 就僅此是這樣子而已 那您剛剛說因為首先是非安的問題 它一定要通過 那另外就是你提出的這五大訴求裡面 有沒有一個底線說 你只要通過其中的哪幾項 還是說我全部都一定要通過 我才會停止罷工呢 我想這個就回到我們協商的會議裡面去討論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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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